然后他们的那个 那个预检中心说 你们是阳性就强拉进去 说他阳性就阳性 对所以那一家人哭还录音出来 然后录音后来也被那个 也被和谐掉了 录音就被拿掉了 我那个台商朋友传给我听 就说现在有点一团乱 你有没有在这几天视频看到 在那个在大街上跟公安呛吓 就说要推翻共产党的 荒腔走板 所以上面要求要动态清零 清零的时候就变成会出现这种状况 只要他说防疫拿金牌 这种说要拿金牌的话 就是把所有人权压榨 所有人权侵犯到最极致 你所有稍微有点疑虑的 都送到方舱医院 你没病的都关到有病 这叫动态清零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防疫政策 你真的要清零动态清零 搞到这样子的时候 民不聊生 你把所有人 上海我去过很多次 他不是只有2万5千人而已 他刚刚像委员共 以那流动人口都超过3千